杨幂同心出神 四岁的时候就出演了唐明皇里的嫌疑公主 跟老戏骨们搭戏 五岁的时候陆续出演五壮儿苏喜儿 饰演周星驰剧中的女儿 2003年9月杨幂接拍了自己长大后的首部电视剧《红粉世家》 角色装发的原因杨幂看上去很老气 不过依旧还能看出长大之后 五官没有太大变化 不过这下和张长的有点措手不及 郑爽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《一起来看流行雨》 在剧中他扮演的是楚雨群 因为这一角色郑爽一炮而红 那时候他才只有18岁 还正在北电上学 流行雨既给了他让所有人羡慕的机会 也给他带来了走红后的忧虑 然而成名后留言带来的巨大压力 也让他茫然 但是无疑他是最幸运的 赵丽颖2006年出道的他 在古装历史剧《南月王》中 饰演清新可人的小皇后一角 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和此刻的他没有多大的变化 只是略微的瘦了一些 很心爱整小的 我觉得还是很地道 那时候赵丽颖就是这么美